大家好啊 这个油管上最勤奋的啊 又来了啊 最多是一天25个节目啊 少也有七八个啊 这个 我把我几乎所有的这个 可以说是业余时间啊 非主流时间 非著名相声演员啊 我是非著名 这个非相声演员啊 北京侃爷啊 跟大家聊聊啊 这个聊什么呢 聊一个新发地批发市场 发生的凶杀案啊 这个事不是杜撰的是真事啊 不是现在 大概三年前 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 被人用匕首吧 活活捅死 起因就是为了一句话 新发地市场 大家知道哈 是以这个新发地村 这个农工商总公司 以这个张玉玺为首的 这个总公司 他依托这个村搞起来的啊 我昨天的节目就说了 他已经是一个市场群 他都不是一个市场了 他太大了 所以呢 这里边就需要各种各样的从业人员 养活了这数万人都不止啊 直接的数万人 间接的上百万人都不止 几百万人 那么呢 大家知道国内啊 国内的话 中国大陆主要是用微信 那么他们有一个 应该是搞运输的 这么一个 大概属于分公司吧 他们有一个微信群 或者是跟运输有关的吧 跟车队有关的 有大概五百人左右 一个大群啊 大家知道国内啊 最多顶格就是五百人了 有这么一个群 当然这个群里呢 有的人彼此是熟悉的 有的人互相不那么熟 不那么熟啊 然后呢 有一位 就是在这个运输分公司吧 我们称他为 新发地的运输分公司吧 这里边有一位 负责安全的领导吧 应该不是总经理 总经理的话 没人敢惹 一般来说一把手啊 中国人吧 反正也是贱人下菜碟吧 他也不会轻易的找那种 他惹不起的人啊 有人说啊 在 在安全的时候 都是勇敢的啊 在这儿说的 中国人也是个集合概念啊 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啊 也别对号入座啊 在那个群里一个负责安全的 当然这个安全也包括跟派出所啊 跟这个联防队啊 跟这个乡政府啊 这种综治办 综合治理办啊 然后什么联防办 跟他们有联系的 这么一个领导吧 五十多岁了 好像叫 我听朋友聊过 好像叫马来明吧 叫什么 不说他名字了吧 因为我不确认了 但是这个事是发生的 就是在那个微信群里啊 有人骂他 有人骂他 骂他呢 骂得很肮脏 是吧 就郭德纲讲话 很囊脏 很囊脏 很阿扎 龌龊 很脏 好像是说他的女儿 不是他亲生的 意思就是他老婆 给他戴绿帽子了 就是说他老婆 跟别人生的孩子 还让他养 还说了很多脏的 好像还说 他跟他自己的女儿 怎么怎么样 反正就是说都不太好 学出来 反正挺脏的 然后这个人五十多岁了吧 可能也是这种中年危机吧 这种中年人的综合症吧 也是烦 他就特别愤怒 特别愤怒之后 他就找这个人 找这个人 后来呢 找来找去 发现是一个 跟他有业务关系的 反正就在这群里 因为这种群是工作群 他不是社会那种陌生人群 找到这个人了 发现是一个 三十多岁的一个小伙子吧 然后呢 他就要找这个人讲理 他觉得奇耻大乳 你这么侮辱我 然后呢 这个新发地市场 那个挨着马路 马路边上有一个公交车站 可能是那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 要坐公交车回家 应该是上下班的 那么一个公交站 他就找到他了 有一天 他呢 一想呢 他三十多岁 然后呢 正当是年轻力壮 我呢五十多了 是吧 有点是一个半大老头子了 从体力上 他就不自信 然后呢 他又很愤怒 于是呢 他拿了一把刀 应该就拿个匕首吧 给自己撞胆 给自己撞胆 就找到这个人了 现在呢 我不清楚啊 我说话要负责任哈 之前我的节目 有人说应该听说 有的人说 你怎么老四十而非呀 我不像某些人说话 那么信誓旦旦的 其实他们也没在现场 我是听别人转述的 所以我 说的留有余地 反而是对我自己的负责 也是对大家的尊重啊 我解释一下 就是他们俩 之前认识不认识 我不确定 但是既然在一个群里 在一个工作群里 就是认识的可能性 是很大的 他找到他 跟他说 你为什么在微信里骂我 你还骂的那么脏 那个人说我没骂 我没骂 然后他就非说骂了 因为骂人的话 就是从那个微信号里边 是语音 之前应该不认识啊 我现在确定 之前不认识 就是从他的微信号里 他找他 他也经过了 搜索呀 查证啊 他一点一点的缩小范围 他找这个人 找到了 然后那个人不承认 这时候呢 他就怒了 怒了之后 就在那公交站附近 他就掏出他那个刀子来 那个匕首 然后对方也急了 对方也急了 说了一句话 说我跟你拼了 好像还要在路边 要找板砖吧 北京话叫板砖 砖头 好像要跟他打 他好像先捅了他一刀 这一刀可能也没想要他命 吓唬吓唬他 就是或者是惩罚性的 是吧 一个小规模的惩罚 好像扎了对方一下 结果对方还不服软 还跟他撕不起来了 撕打起来了 然后他也失控了 他也失控了 在一种盛怒 在一种情绪失控的情况下 可能平常这哥们活得也憋屈 也不是单位的一把手 可能领导 上面领导也骂他 然后家里边老婆孩子 反正也不容易 就急了 所以可能在那种情况下 他扎了几刀也不知道 反正现场就给那人就扎死了 但是后来扎完之后 那个人躺在那了流了好多血 他也清醒过来了 他毕竟在单位呢 他是管这个安全的一个头 所以呢 跟派出所啊各方面都有联系 那一般来说 北京不是有很多警务庭吗 警务庭 警务工作站 实际上警察平常不在那 警务工作站 那外边喷涂的那个颜色和那个图形 也都是有派出所的类似的那种标识 然后他也懂 他这时候可能有点清醒 他就跑到他们单位那个警务工作站 他也本来也分管这工作 然后到了那之后 他给派出所应该是打了电话 他说我要自首 我扎了人了 当时可能他也不确定人死人活 然后 然后呢警察就来了 反正就一切就行李如仪啊 就按程序走了 就把他抓了 抓了之后呢 警方就介入了 警方的技真部门 技术侦察部门 这时候就来做后续的工作 因为检察院呀 是吧 后续都要介入法院呀 公安局要侦查呀 要立案呀 是吧 要定罪呀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工作 后来发现是什么呢 是 那个人 微信号是他的 可骂人的还真不是他 是别人 趁着那个人不在 比如说手机放办公室 放桌上了 他出门了 有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恨这个领导 然后可能是工作中 北京话叫有什么茶本啊 茶本 有什么茶 或者叫结梁子 结仇了 就用这个人微信号 冒充他 骂了他 所以造成了这个人死了 这个人死之后 他好像刚有一个小孩 孩子很小 所以这个人死了 然后这个人被关押了 然后知道是那个人干的之后 然后那个人就也有刑事的罪了 等于也有罪啊 不管是直接的罪 间接的罪也有罪 然后呢 或者叫过错吧 后来那个人也感觉到 忏悔 感觉到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这么一句话 是吧 不管是泄愤 还是玩笑 还是恶作剧 结果还引发了血案 一个三十出头的 孩子很小 未成年的 一个一个男 男性 男子 应该也是家里边的顶梁柱吧 主要的收入来源 一下子家庭 这个生命 是吧 所以那个人后来 就给这个被关到监狱 这个五十多岁的人 给了他一笔钱 应该是八十万 还是一百二十万 反正也普通人吧 再多他也拿不出来了 给了这么一笔钱 然后这个被关起来的 杀人的人 出具了一个书面的 相当于原谅书吧 或者是一个法律意见 还是什么 反正出了一个书面的 说我原谅他了 就是原谅他之后 给那个人还是判了 半年六个月 还是八个月 比较轻的一个刑期 要不然的话 要会判得更重 就看在他 可能不知道深浅 不知道后果 也没有直接造成死亡的情况下 关了一个短时间 不到一年 然后这个人 这个人呢 别人赔给他一笔钱 他也对他误杀的这个人 表示了忏悔 然后呢 又给了那个人 给了那家 他竭尽所能 是吧 毕竟人家没骂人 你不问青红灶牌 你这个头脑发热 你冲动 你给人杀了 是吧 赔了人家可能 两三百万 可能是 因为他的年薪 他的工资还是不低吧 不管你是卖房子卖地 你还是借钱 想哲戏 那是你的事 人家是无辜的 你把人杀了 赔了一笔钱 反正判的他 也不算重吧 具体的刑期 我是忘了 我怎么知道这事呢 因为我一个朋友 因为一件冤案 一件冤案被关押了 这是我知道 在新发地发生的事 当然新发地呀 是本身有治安力量 除了警察经常去巡逻 他们这个市场 管理方 还有这个新发地村的农工商 张玉玺为首的 他们也有自己的保安力量 但是里边也有黑社会 也有黑社会 也有这个小偷 都有七行霸市的 其实也有 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来我们这 比如说你是出来乍到的啊 其实都是 他不会杀熟 熟人他一般不会 就是出来乍到的 听说新发地 这能发财 比如说从外地 就是有的是当地农民 有的是做点小买卖的 就自己不摸门就撞来了 撞大运撞来了 就拉着一大卡车的菜 或者是水果 或者什么东西 到这之后 就有类似于黑社会的人 把你围起来 人多 是吧 你没几个人 顶多仨人 围起来 强迫你 以明显的 不公平的 低于正常价格的东西 收购你的东西 收购你的东西 你给不给 是吧 不给 威胁你 他怎么威胁你知道吗 比如说 这种东西都有保质期的 菜 水果 时间长了 就整个烂掉了 然后他们 人多 围在你的卡车周围 不让那些小商小贩 你不是便宜吗 很多那个小贩 比如说 在社区里 开菜店的 卖菜的 包括可能有些机关单位 什么宾馆饭店 什么那个这个 一些小超市 图便宜呀 谁不想多挣钱呀 你不是想出手吗 不让这些人 想买菜的人 接近你 给你阻隔开来 弄一个封锁线 最后 迫使你 就范 这种事 很多 我都赶上过 不能说赶上过 类似的事 我给大家说一下 类似的心情 什么心情呢 我是订单商业 order business 什么意思呢 我是对机关单位客户 我在北京市干粮油批发 也包括水果 蔬菜 包括杂粮 农妇产品 包括这个调料 也包括了很多东西 总之吧 食品啊 甚至包括纸张 我有好几百个品种 我是对机关单位 对机关单位 但是呢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呢 总有个马高邓短 马高邓短啊 总有个不那么恰到好处的时候 有一次 我从山东烟台 拉回来的那个苹果 我都是收的好果 好果 比如说80以上果 没病 没有病虫害 那窟窿眼 虫子眼 还要条纹红的 不要片红的 片红的一片一片的 跟那高原红似的 不好看 条红红的 80以上的 直径 80厘米以上的 都是好果 但是 有一次 好像有一个客户 突然间不要了 因为我过去 几乎没收过人家 定金什么的 因为都是 机关单位嘛 是吧 所以人家说了 我们单位有点变化 有点变动 有一次那个 中国地质大学吧 还是叫北京地质大学啊 就是学员路 八大学院 那工会 跟我要的货 要了好几样东西 说我不要了 你有什么办法 没办法 而我又没在市场上卖货 我就是对单位 而每一个单位 要的货 全部一样 所以那次 我就抓瞎了 抓瞎之后 我就找到了 那个大中寺 那边叫四道口吧 四道口冷库 那儿的那个批发市长 还找了一朋友 就是我说 那个叫康陈的 河北承德的 前两天 我聊这个康陈的时候 这个聊到他的时候 还有人给我留言 说那个姓康 那哥们我也认识 其实我聊了很多人 好几个人给我留言了 说都有我们 共同认识的人 这世界很小 不超过七个人 全世界都认识 包括联合国秘书长 到各国总统 互相都认识 然后 我找到他 他说我没有能力 消化你 我给你找个人吧 找来一个人 当然我还要说人家好话 因为人家把我的货收了 人家一看你卖不掉 我总不能 我总不能为这点事 为这点事 那个 我自己再搞一个摊吧 但是事实上 我跟大家说实际情况 我当时不认头 一开始我不认 好像有几百箱货吧 具体数量忘了 我那包装箱什么的 都是高档的 因为是对单位的 不是那种 针对批发市场 那种针对不特定的 潜在消费者的 那种包装 我这都是好货 好果 好箱子 漂亮 结果我不认 我不想赔钱 我就 那个市场你知道吗 你们没在批发市场干过事 批发市场里边的冷库 任何人都可以租 不是说长摊 什么叫长摊啊 就是长年在市场里边 摆摊卖货的这些人 像我这样自己撞去的 你任何一个人 你给他钱 给他这个冷藏费 仓储费 你都可以放 然后我也是想着 我说过一段 会不会我就卖掉了 我就把那个 那个 反正是几百箱吧 具体数量忘了 那苹果 我花了一笔仓储费 我就存进去了 结果我的客户和人家的客户 和批发市场那天 那些的 搂草打兔子 撒大网 蒲小云 每天都能卖点 我跟人不一样 卖不掉 最后没办法 我又翻回头 去找那个人 人家还是压价 你还得赔点钱 有的时候啊 叫断尾求生 那个往左断臂 对吧 委屈求全 什么叫委屈求全啊 委屈点没关系 委屈求的换来的 为什么呢 是权 什么叫权 权就是整体利益 你要看得长远 看整体 对不对 我说的有没有错